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讲讲国际地缘政治啊 本来吧,这个词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 政治学这个圈子里面就不再有更多的人去引用这个词 为什么呢?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嘛 它是一个局部性的这么一个人类的一个所谓的政治活动 是吧,现在都是什么呢,全球化了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行动都牵涉到整个地球的行动 所以很少有人再去就这个地缘政治啊,去做一些探讨 但是依然有那么几个优秀的政客 依然有那么几个优秀的政治学者在研究这块 我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呢,这些年呢,都是被西方的那个左派啊,洗脑的 媒体,大学,是吧,还有这个各种这个那个的专家,研究机构 都在不断的向我们灌出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价值观 就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啊,地缘政治已经过时了,是吧 所以我们记得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90年代读到亨廷顿老师的著作啊 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粗,非常的不喜欢,是吧 文明的冲突 这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嘛,比如犹太人和伊斯兰的冲突 比如中国和这个美国的冲突,就感觉到这是地缘政治 然后就觉得不高大上,就很烦 然后后来就亨廷顿有一学生嘛,就是日本人 Francisco,福山嘛,福山就是文明的什么什么历史的终结,最后之人 一次又说地缘政治这个东西已经不重要了啊 以后的话,人的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题啊 人类要开始进入这个理想国了 今天回头一看,真正智慧的天才的思想家是亨廷顿 真正傻叉的所谓的思想家是福山 为什么呀,这就是人类社会从90年代开始啊 其实人类社会在全面的,快速的,在这个陷入一个巨大的 不可遏制的这么一个乌托邦的狂潮之中 左派思想,左派思想家,左派媒体,左派大学 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 我们这些个假不假是像西方的大学,长城的大学,媒体 跟着他们吃屎,赶不上热的我们这些个货子 也就学到这种东西 所以你今天一看啊 今天日本,韩国,美国,这是一个军事同盟 是吧,据说下个月要在戴维营 美国,日本,韩国三个国的总统要开战略的合作会议 完了以后你就与此同时你看到在朝鲜 俄罗斯,中国,朝鲜三个国家在一起达成联盟 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现象啊 这是太明显的,就在我们身边 不是说都在他已经过去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啊,一定要用你自己的眼睛的去观察这个世界 然后一定要用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智慧 就是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人类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存在 用这些个非常古老的智慧 我说的是圣经智慧 去看这个世界你才能看明白 你不要被那些个所谓的思想家 所谓的大学教授,所谓的媒体的主笔给他带到沟里面去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之所以上来讲一堆的看上去有点唬人的理论啊 扯一堆的这个名字啊,是因为我看在网上我瞎瞎瞎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彼得,是吧,泽汉,皮特 是吧,说这个皮特这个人呢,泽汉啊,叫皮特,Henry,Zinhane 是这个人他很年轻的,他是1971年生的,是吧 今天才五,今天才五十,七三年生的 今天才五,刚刚五十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学者 一个白人不是一个这个黄种人啊,是个白人 很有意思,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啊,他说 本上次地缘政治所引起的最大的国际变动 就是俄罗斯苏联的解体 是吧,完了以后再上一次地缘政治最大的国际变动 就是谢特勒,纳粹的谢沐,是吧 每一次地缘政治大冲突啊,都有一个看上去流鼻哄哄的国家 或者看上去流鼻哄哄的政权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那么本次他认为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已经开打 所以我看到这个现在西方的主流媒体 现在好像有点回国神来了啊 就觉得这个随着这个中俄朝鲜联盟 然后随着这个日韩还有这个美三个国家 加上其他还有多的是国家啊 联盟的进一步强化 新的地缘政治开打 所以下一场的战争一定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地缘战争 就是在中、俄、朝鲜 朝鲜是打酱油的了,不重要了 主要是中俄 据说伊朗也曾经想加入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之中 但是伊朗的这个总统啊虽然很野蛮啊 但是关键时刻他意识到不行 我不能跟你这么干 他中途就退出了中俄的联盟 本来应该是中国伊朗、俄罗斯三国联盟 加上他的小弟弟朝鲜这么四个国家 结果现在伊朗首先宣布退出 但习包子现在是肯定的啊 把俄罗斯的大腿跟俄罗斯真的是绑得很紧的 所以这个皮特尔这个人呢 他就发表了一个预言啊 这个预言听上去很舒服的 他认为中共国只是一下十年不到的寿命 他的崩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就在这十年之间 不会太长十年之内 西乎现在还活着的人不管是年纪大小的都能看到 所以呢应该要做好准备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啊 因为共产党不垮 我跟你说吧 共产党不垮我这么跟你说吧 不仅中国人的日子过不好全世界人的日子都过不好 你看他搞到这个武汉病毒的事情全世界人日子过好了吗 中国共产党用郭文贵老师的话讲用南京皇腐蚀整个世界 那真的是中国共产党他这个东西他作恶呀 他是非常的简单粗暴的 他就成功抓住所有人的软肋 真的一个是钱是吧 南京皇嘛一个是钱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美女就把你功臣略地全部搞定 我跟你讲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 还是法国还是英国还是德国还是台湾 你看那个土工在台湾的统战呢 我们这些个从中国逃出来的人看着不要太清楚 然后我在台湾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真是我有时候跟他们说话我急啊 我说共产党对你们的统战这么清晰 难道你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吗 他们有的时候我感觉得到啊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才不在乎呢 我天哪 你知道统战他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 他就是从从这个金钱和这个色情这两个角度 成功的俘获你慢慢慢慢改变你的价值观 到到最后是真是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跟他们讲的 我说我从来不担心共产党 真的是通过什么的解放军啊 海军空军啊 歼20歼30歼包子啊 监彭丽媛呢 不可能他打仗他绝对输 稳输 而且一打仗西包子彭丽媛绝对死瞧瞧 但是共产党最大的本事就在于统战 慢慢的俯视你 真的让你整个台湾人心不古 让你整个台湾失去战斗力 但是我看到真是 所以现在这个地缘政治这个东西提出来啊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一个说法啊 我看完了以后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把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读过的几乎所有的政治学的著作 包括经济学的著作我都捋了一遍 我们这些人就是赤屎赶不上热的 就是被西方的左派就是洗脑了 根本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根本不知道人心有多么败坏 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魔鬼掌权 所以地缘政治或者地缘冲突才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主题 以前我们讲的什么叫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都是鬼扯 我跟你说 他的真实的逻辑就是地缘政治 所以地缘政治这个东西 它是文明的冲突 它是文明的冲突 所以文明的冲突导致地缘政治 而不是地缘政治导致文明冲突 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叫震撼 这个人呢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他预测中共十年不到就会垮台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为什么我认可这个话呢 因为一般的地缘政治 一般的地缘战争 一般的地缘冲突 它就是十来年的时间 第一战第二战都是十来十来年的时间 日本跟中国打也就是八年抗战嘛 就这么多八到十年撑死了 就这么多 所以一旦这个中国跟俄国联盟完了以后 与美国日本韩国与整个自由世界构成一个地缘冲突的话 他的这个战争的延长的时间就是十年 就是十年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习包子他们这种这个什么 这种搞法这种开倒车的现象 这种在国内不搞经济折腾老百姓 与全世界为敌的这种这个战狼外交的现象 他维持的时间也就是十来年 所以晚清从开始向整个西方世界宣战 也就是到最后晚清垮台也就是十来年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没有那么想象那么复杂 我非常相信这个政治学家的分析 所以他就说你有些人就讲十年之内啊 在座的各位是个个都还活着 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庆祝一下啊 如果说习包子在十年之内能够死悄悄的话 那我们这些人就还有点希望呗 我就在想十年之内如果习包子死共产党垮台 我们这些人还可以杀回中国啊 是不是还可以去以海外华侨的身份回去秀给 显摆显摆呗 习包子不死我们这些人根本到死的不后 踏回中国那块土地了啊 所以我也是把这个消息啊 或者是把这样的一种观点分享给各位啊 中国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因为地缘战争的关系 剩下的时间也就是十年不到的时间了 他说十年不到 我们就姑且吧 就是十年吧 他的崩溃随时可能发生 谢谢